2017台中世貿國際旅展 6號開始1連4天在台中世貿中心登場 而由於今年的春節連假假期是比較短 因此港澳行程是比較受到歡迎的 而至於日本縣則是著重在3到4月份的賞鷹團 跟立山黑部的開山行程 至於國內縣的部分受到一定一受的影響 有不少業者是相當看好國旅市場 也紛紛推出了優惠方案 希望能夠拉台光光的商機 優惠促銷一檔接著一檔 2017台中世貿國際旅展6號開始1連4天 在台中世貿中心登場 搶搭春節出遊的最後優惠 一早就吸引不少民眾來排隊 主播男人表示由於今年春節短 港澳行程較受到歡迎 至於日本縣的部分 則是針對賞鷹團和黑部立山開山來優惠促銷 以前最長的一種民谷或者是大拔 對 然後他們就說比較沒有 東京走六天 老實說我們的六天行程很優惠 比一般的五天還要便宜 對 而且有一些些自由活動時間 旅客不會覺得說被綁住 在整個春節的活動時間呢 因為香港旅遊局在那邊 它本身在春節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棒的花車遊行 但是這個花車遊行 如果你自己本身去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看到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進去到裡面的看台 但是如果你藉由這次的旅長來報名的話 我們會送你限量的這個所謂的門票 單單這個門票價值就是一千兩百塊錢 那年後的話就是會開始推一些賞鷹季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破冰船的行程滑雪 還有就是我們黑部立山搶先開賣的部分 早點是什麼樣的優惠 現在早點的話都是有一些限量 比方說最便宜的賞鷹的話 其實是萬元出頭就可以準備出發這樣子 除了日本外 這次還有業者推出釜山賞鷹 來搶打三四月份的業績力道 平均都有五到八千的優惠折扣 至於國內線的部分受到一粒一休的影響 部分業者看好國旅商機 紛紛推出優惠促銷 主打親子同樂來吸引民眾上門 包含我們有天月皇家 包含我們全聯護照的住宿套裝 原價超過一萬八 現在只要六千七 那第二個部分是針對我們春節期間 我們特別在我們春節期間 我們在二二八之前 我們有一個親子套票 原價一千四百一四七九的一個專案 現在只要九百零九塊 我們都有當地的原部落的達人 來幫他們做祥導 有規劃兩天一夜的行程 讓客人直接在那邊long stay 體驗嚴明的文化 國旅業者信心滿滿 一掃之前入客減少了陰霾 給的優惠只會多沒有少 藉著話題來發揮效益 要創造口碑也要製造滿滿的商機 記者李獎來中 查不通